嗨 大家都到了呀 李太太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我给大家带来了个新朋友 顾佳 各位太太好 孟太太 你真是乳多醋呀 自己提高了慢 你说你还带一个垫背的来哦 你不要生气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不会的 自己找地方坐吧 大家看一下你们手中这个四处啊 非常光滑 就像你们的皮肤一样 所以很难固定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需要洒些水 跟它撕溫一下 你说那个凳子啊 就那么一点点大 你还要放一个包在后面 你这样做得止不止啊 是有一点点 所有会讲得精细一点 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 不要着急 今天呢先教大家剪裁的部分 这种丝绸缩水率是比较高的 你手工做得怎么样 我以前给我儿子做过衣服 建议大家按照 照着不一样 这边剪剪吧 嗯 黄太太啊 你上两次都没有来参加我们活动 是不是对这个面料不熟悉啊 我刚不能听啊 这个叫泰丝 刘太太 家族实体经济 这几年开始下坡 自诩也是偶尔玛尼 还瞧不上我们这些牛玛尼 现在年收入有我们家高吗 就是啊 你看 这个是印度进口的 马太太 马太太李太太家是市郊 最牛的就是把儿子女儿送进了牛津 就开始以文化人之居了 哎呀我说 嗯 剪坏了呢 虞太太 还有新的啊再给我拿一块 虞太太 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她的老公和她爸岁数一样 绝对有钱 但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来来来来 你给你 这给我给我 给我 你这块 我拿回来给我们家狗狗做个背心 哎呦 王太太你很会过日子的呢 哎呀 啊那感觉屈子啊 这个子有脸有没有呛掉了 能够给总宝发我 打一把钱做啥啦 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难得我们这群人凑在一起 是因为这群相同吗 对 王太太 能当蝶吗 哦 是是 对 小姑姐 对 顾小姐 还没请教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我先生在经营家烟花公司 烟花 就是给余太太他们乐园放烟花的吧 哦 蝶啊蝶啊 蝶啊蝶啊 丰啊 你们家有乐园啊 我跟你说呀 我们国内三大乐园的经营权啊 都在他老公手里转着呢 你不要讲了呀 余太太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 乐园里用的餐具和卫生用品 到底给不给我们家做了 我们家老余说了 那都是小事情 她现在呢 对医疗用品出口比较感兴趣 是吗 这个啦 刘太太比较带好 对 给问她 好 余太太 我方不方便跟您加个微信啊 好呀 扫握 这个台词还是蛮好看的 你这些具体的身体呢 是吧 帮我 谢谢 谢谢 现在 我觉得是怎么吹的 不是 是 可以 可以 我还不想 你帮你送回家 找你帮我找你老太子 你帮我帮你帮她 我朋友圈何银里 自己是被裁掉的那一部 莉莉 你那边什么情况 你认识那部销售也拿不到货吗 我知道 我这边逛遍了几乎所有 上海这个牌子的店 也都说缺货 但是欧洲代购时间会比较长吧 我可能等不了 行 那你把她电话给我 我就问问她有没有国内资源 好 谢了 来 这个 谢谢 拜拜 拜拜 有事给我发微信 好 拜拜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也没在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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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付你干洗肺吧 没事 我们店里也有清洁剂 没事啊 不好意思 拜拜 拜拜 来 生气是生气 但是自从怀孕之后啊 我们俩的沟通变多了也是真的 以前我们家没有声音的 现在大家至少会互相关心一下 吃面吃饭啊 要么给宝宝添置点什么东西啊 想想想家里的什么摆设呀什么的 哪怕是吵架 也算是一种沟通嘛 这件事啊 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思 比什么都强 早知道啊 这应该早点怀孕 这样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更有意思了 嗯 笑什么 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个木子妈妈吗 欺负我干儿子那个 她又干嘛了 他们家退学了 你看 群里都在发这个 你这也算是未名除害了 她一走 嫁为会会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那你要去当妈 园长还真问过我 但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 当这个不好吗 到时候我跟儿子 就能得到老师的照顾了 照顾是互相的 主要我不想收课程的提成 佳佳 汤好了 谢谢 陈姐 其实有的人 讨厌权利跟前规则 但是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时候 又禁不住诱惑 我既然改变不了这个规则 那我就索性不要到那位置上去 也对 人啊 拿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早晚上用另外一种方式 还回去的 你赶紧趁热喝口汤 这些辣的就少吃点啊 顾顾嘴隐形 吃多了上火对宝宝不好 好 来 顾顾 你说我这么喜欢吃辣的 我会不会 怀的是一个小嫩嫩 好想要一个软乎乎的小嫩嫩 我看你这样 真是想怀小闺女的 到时候要是个小姑娘 肯定是我们家儿媳妇啊 真的啊 那我可就赚了 赚好了 晓芹 你认识搞得定的包包销售吗 我想买个包 你说那个大牌啊 还真的不认识 但是我认识一个M店的小手 要不要帮你问问 那你帮我问问吧 好嘞 最先感知到三世将至的 也许不是我们的身体 也不是精神 而是物质 比起情感的不安 物质的困顿 才时时刻刻累着你的脖子 没有了二十岁的洒脱四溢 没有过四十岁的云淡风镜 三世想要的是更好的生活 这里就是更好的生活 你好 曼妮 这是那个王曼妮 这是我好朋友顾佳 是你啊 昨天真不好意思 你后来衣服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 快进来吧 你们认识啊 晓芹 你快带曼妮进去坐 好 晓芹 我是第一次进客户家 这个也不允许啊 我们一般送衣服 或者调换货 最多就是在门口等 你别把她当客户 她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坐这儿 来 来 吃点水果 喝点水 没事 那个 今天叫你过来 是顾佳有点急事 你想买那个包是吧 是啊 他们销售跟我说 那款包要等很久 他们倒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家主导那个款啊 都是要排要等的 哪家店嘛 它都有自成的销售体系的 只要最近遇到点难事 那个包算是一个敲门砖 曼妮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店去年有个跟我挺要好的同事 她跳槽到这个牌子了 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她 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她 你有什么颜色上的要求吗 我就想要经典款 经典色 好 那尺寸呢 尺寸就正常了 好 我问问她啊 谢谢 喂 林姐 你那儿还有经典款经典色吗 你着急吗 最后下个月没准会有 要是下个月的话就算了吧 可能来不及了 不行 林姐 我等不了 不是我客人 是我朋友 很重要的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知道很难 那要不这样 我把我今年所有的额度 都留给你 不合适 我们家那几个包 可是好多客人抢的 我把所有的额度 都留给你客人 行不行 行 那你帮我想想办法 好 谢谢林姐 她说帮我想想办法 曼妮 真的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就麻烦你 没事的 就是像我们销售吧 每个人手里 它都是按额度分货的 也是要排队等那些畅销款 然后自己再调货给客人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的 那这样吧 你要是哪个月月季有压力 你跟我说 我一定经理 你是晓晴的朋友 之前她帮了我一个 这么大的忙 我欠晓晴的人情太大了 没有 没有 她开口嘛 我肯定要帮的了 应该问题不大 好呀 佳佳 是换这套你新买的吗 就是这套 这个颜色是今年春夏最流行的 是吧 我就是觉得 家里的这些靠垫 小装饰 还有杯子 盘子 就应该根据季节 来调换颜色 小小地做一点调整 整家里就会看不腻 你真厉害 这个家一看就是 精心打理过的 我们家姑姑超级有品味的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比她更会打理生活的女人呢 老公 我可能还是凑不够啊 什么不够啊 曼妮说 得用一张我名字的卡来刷 我算了一下 七七八八一共凑了一半 什么包要一辆低配车这么贵啊 老婆 你有那么多名牌包 多一个少一个的 非得要这个包吗 这个包不一样 老婆你看看我 我像的作品 棒棒 以后你也能实现的 你干脆说什么来着 我说 有这个包 我才能存在他们的合影里 听你描绘这场面 拿个包比来比去的圈子 也太无聊了吧 她们是无聊得很 但是这个圈子 有我们能用的资源呀 我跟你说 这个余太太家 她们家有三家乐园的资格证 你想想 她只要拿出任何一家 来给我们做烟花燃放资质 就能解决我们家 现在所有的困境 都能解决你 你想拿下乐园这个单子 我懂 可是 这跟包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她们那个圈子无聊的规则 你不懂 我只要想拿到订单 就得用她们喜欢的包包 做敲门砖 这可能是我进入 她们合影里 最快速的方法 真觉得太夸张了 咱们家房子都抵给银行了 现在压力这么大 东错七错的 把手套上这点钱 都买这个包了 你这不是破釜沉舟吗 是要破釜沉舟了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包那么简单 它是武器 我希望拿它 可以敲开那扇门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 对吧 继续给你凑 谢谢老婆 不好意思啊 顾佳 这么晚了还把你叫过来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真没想到 这个包那么快就能拿到啊 刚从北京调过来的 还热乎着呢 谢谢啊 妈咪 这次真的多亏你了 没事 你还挑了点别的东西是吧 你为我欠了那么大个人情 不能让你为难呀 昨天晚上 临时凑的信用卡额度 除了买包 也给你朋友增加点业绩 放心吧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希望这个包真的能够帮上你的忙 谢谢 来 顾佳 我能问问你 你拿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吗 我呢 最近认识了一个太太圈 她们人手一个 其中有一个太太 她们家的业务 能帮我们解决公司的危机 我拿这个包 就是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入场圈 我听懂了 是这样的啊 以我对那些人的了解 我建议你呢 不要拿这个普皮的 你稍微加点钱 换个限量款 才可能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还没想要的 你也会不能说 你们在那里 我看见你 这个包丁 这个包丁 你会有一个小孩 我再让你做什么 你会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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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要的 你会想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顾佳 他们都走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 回去吧 黄太太 我最大的价值不是做蛋糕 你拿我讨好它们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 你不应该选这套桌椅吃下午茶 我那是最高档的 我知道 但贵不一定代表对 我看出来了 你那套茶具也是最高档的 价格不菲 可是懂的人 一眼就知道细节有问题 真正的下午茶 是英国王氏夫人发明出来的 分高档和低档 区别在于 一种是给太太们吃的 另外一种是给佣人吃的 我肯定不是低档的那种啊 但真正的贵族阶层吃的就叫低档 其实这个高档和低档 说的是桌椅高度 只有真正悠闲的人 才能在矮角桌和沙发上 享用下午茶 高档桌是给佣人们的 快吃快走 王太太 你知道那些太太们 是哪儿来的高傲吗 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好 会讲两句法语 是他们觉得 他们见过些世面 我知道我这种家庭收入的人 不应该混到这个圈子里来 但是你有的 我没有 我有的 却能帮助你站到河影的 最中间位置 放心吧 这个事我会尽快解决 嗯 喂 沈杰 我在公司 怎么着啊 我听几个踢球的朋友说 老许的公司里 有两个核心员工离职了 是啊 从创业就跟着我们的员工 他现在心里挺难受的 不过现在公司这种情况 也不能阻碍别人的发展 那家公司还抛橄榄枝过来 说如果我们公司倒了 就让幻山去他那儿做首席编程 那不是开玩笑吗 那这几年你们就白忙活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到 稳定的客户 员工工资已经开始拖欠了 银行的贷款也烧不了多久了 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你给我一个账户 我刚接了一个单子 钱不多 六七十万吧 你们先拿去用 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跟他说 坚持住 撑过去就好了 谢了 任健 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 从当年我和老许 从奥运小组的两个小编程 到现在各自开公司了 当老板了 但这创业的艰辛啊 我们心里面都清楚 就这么着啊 先挂了 什么 沈杰 让我回来 我才能够认识 你从哪里 你从哪里 很多很可怕 囊囊怎么办呢 一屋子的人知道咱们吃饭 不能光由着自己 你放心 余太太那一单 我一定拿下来 顾佳 你要不要送儿子去学骑马 她们都在上的 就在白地庄园 具体的你自己问啊 我看你这单子 东西都采买不久啊 这些都是全新的 还没用过呢 那怎么就卖了 我想给我儿子 报个马舒克 这个手镯 我可以给你加点价 它是难买的爆款系列 其他的加不了 行 没问题 谢谢啊 这个鞋子合适吗 妈妈 您不学这个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它很臭 你看你现在穿上 那么帅的衣服 宝宝好帅呀 而且起码是一件 特别好玩的事情 真的 有些事情你一开始 不太喜欢 但后来坚持坐下来了 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咱们要不要去试试呀 好吧 走 等会儿啊 你看 谢谢啊 老师 不用谢 来 站这儿 子言 抓好那个 余太太 其实余太太不容易 小媳妇续嫌 上一个留下两个孩子 一大一小 大的出国念书 小的她带着 听说关系出不来 又没有自己的孩子 想来在家日子也不好过 你那个什么时候买到的 你那个什么时候买到的 不是说已经断货停产了吗 你说这个 我让他们给我留的 昨天刚到 怎么样 这个手镯我可以给你加点价 它是难买的爆款系列 其他的加不了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亲爱的 你帮我确认一下 你上次帮我挑的手镯 是上海最后一个吧 最近来新的了吗 我帮你确认过了 我帮你确认过了 他们说就这一支 而且是季节限定 你买完之后呢 就没再来过货 你说有钱人 会去二手店买东西吗 反正我了解到的 应该是不会 真正有钱的客人 都不会去买二手的东西的 心里有忌讳嘛 好的 谢了 亲爱的 你不认识 宝贝 喝点水吧 我昨天又梦见你了 真的 我梦见你被马踢了一跤 宝宝 不怕这么说话的 怎么可以梦到妈妈 被马踢了一跤呢 我姚绝了 老狗 你知道马太太是怎么把两个孩子送进牛津的 用钱呗 他们家在孩子小的时候呢 是定居在深圳的 她每天早上 亲自把两个孩子送过关 去香港上学 她为了保住民校学籍 让大儿子上午下午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学校走读 等到妹妹长大 接踢各个学籍 才敢踏实转学的 太拼了吧 是啊 这件事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以前觉得呢 王太太他们的孩子 他们就可以自由放养 后来发现不是的 在教育问题上 他们竞争更激烈 我今天了解了一下 像什么机器人课程 马术课程 高尔夫课程 这些课程以后都是加分项 对儿子升学都有帮助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还是得努力挣钱 我想办法把余太太搞定 这就是你对许子言的规划呀 怎么成我对儿子的规划了 你当初不是说 想等她长大以后 送她出去读书吗 感受一下 我们当初没有体验过的 那不能光嘴上说说啊 得付出行动的 是不是啊 您家孩子学了多久了啊 一年多了 说实在话 我是真不愿意陪着来 你们夏天晒冬天冷的 这以前就听说 申请国外的学校 起码是加分 我跟你说啊 为了孩子这事也得坚持 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我真觉得您挺棒的 嗯嗯嗯 余太太 那您先生那个 哎 宝宝 来来来来来 宝贝 喝点水 哎 你干嘛呀 小心别踩到别 马蹄子别踩到你 喝点水 余太太 没事吧 镯子都摔坏了 你这镯子是在二手店 买的吧 从来当后妈都是最难的 我真的受厚了 我一直以为 我能做到 可这事比我想象中难太多了 我不敢说 我不敢打 我身怕挂点脸嘛 人家就说我后妈 虐待孩子 我做得还不够吗 风里雨里的 她学什么我都陪着 可她就是把我当仇人一样的 我在家连跟阿姨都不如 可老雨还觉得我有问题 觉得我不懂事 连个孩子都管不了 我管得了吗 我 到最后她还看不起我 为了这个家 我戏也不拍了 舒服费也没有 我每天像个乞丐一样 掏点生活费 是 我是买二手货 我不买行吗 我不买我栽态圈 能混得开吗 你既然没当过妈妈 就不要假装是个妈妈 什么意思啊 其实小孩子都很有灵气的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 你是不是真心地喜欢他 无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可以适当地流露出 你最真实的情绪 他们是能感受到的 这样才会放下戒备心 其实孩子最清楚了 他自己的妈妈没了 没人能取代那个位置 你要是想着取代那个位置 他一定会把你当成假想敌 不如做个朋友试试吧 能管优吗 试一试 总不会比现在更差吧 你带着孩子来这个马场 你带着孩子来这个马场 又一直讨好我 你想干吗 我希望您先生乐园的烟花招标 考虑我们家 那挺敢说的啊 累不累啊 累不累啊 问你话呢 来 喝口水吧 你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梦到我什么呀 梦见你被马踢了一脚 你的梦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那种人都一样的 我告诉你 再这么说话 信不信我揍你啊 你敢揍我 我告诉我老爸 就你有老爸 我还够我爸呢 说小孩成天欺负我 那我 我 我什么呀 赶紧喝口水 再骑两圈去 学了这么久 一点进步都没有 你爸要下礼拜回来 没人能帮你 我家 我家 喝口水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那小孩呢 回去跟他老爸告状 说我上课不给他打伞 不给他买可乐 说我虐待他 那于先生怎么说 我老公说他觉得他儿子 跟我亲近了不少 告状的时候啊 也那么点撒娇耍赖的意思 也是一种进步 你说对吧 以前呢 当家里没有这个人 现在至少老抱怀在这边上 这不挺好的吗 老公说啊 家里边好久没有这么热闹闹的气氛了 你知道吗 他一高兴啊 给我零花钱都涨了 我接着他高兴啊 就跟他提了一纸烟花秀的事 他说下次有球局约日见你 好呀 时间我们随时都有的 你随时叫我们 谢谢啊 余太太 谢谢什么呀 这都是相互的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他也缺那些人不会告诉我的 顾佳 那个 还有一件事 关于手桌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那就好 烟花秀的事你也放心啊 好熟 好 顾佳 没想到你老公这么帅啊 也不是我演员明星了吧 这事儿我有发言权啊 绝对比很多男明星都不帅 特别像韩国的我爸 没有用 他根本都不会打球 球打得不好 比他打得好就行了呗 去吧 厉害啊 老余的球打绝了 差一点就进洞了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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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阳回头 我看你听到我 对 好 好 好 我的球在那 看到吗 我看你 你们那个什么烟花公司 什么规模呀 都接过什么大活动呢 澳门尼斯跨年烟花秀 北京呢 现在有个新的园区 每个周末呢 要搞个周末烟花秀 这活能接吗 能接啊 那行 把你们资质提上来 如果没问题 这活儿就你的了 余总 就这么简单 只要燃放私质就行吗 搞那么复杂干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放心吧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提 我们家老余 根本不会过问 走了啊 谢谢啊 余太太 老婆 这就定了 这么简单啊 说定就定 这余先生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放心吧 老公 放心吧 老公 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好 慢点 我们今天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呀 我知道你今天有点不高兴 可毕竟我们拿下了这么大一个单子 能缓解现在公司的压力 是吧 自从丢了老安这一单 我其实挺自责的 闹到公司快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你一开始跟我说 我要接乐园这单的时候 我想都没敢往那儿想 结果还真成了 还这么简单 我准备了以前的作品 设计稿 想着你说至少得要看看设计方案 比比稿吧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人家余总看了一眼作品 就说听过我们公司 这单就给我们了 反正咱们家现在已经左向正轨了 儿子上幼儿园了 公司又拿到这么大的单 你是不是应该回公司 帮帮我了 我不想回公司了 为什么呀 咱俩生孩子之前可说好了 全职太太是暂时性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现在想去专攻太太圈 这样说不定还能找到新的机会 我很清楚 我跟太太圈他们也不是一群人 但我多一个人脉 就可能多找一个订单 就可以让我们公司好好活下去 哪儿来这么好的机会啊 要不是搬进这栋楼 认识了王太太 估计还在瞎找门路呢 你有这个想法 现在才是最危险的 跟那半人混久了 那能不受影响吗 我今天一接触 我觉得他们特别虚伪 那个于先生 打个球还作弊 那跟咱们不是一路人啊 最重要的是 我们拿到这一单了 你说的对 我跟他们是一个包的差距嘛 人家没把我从何一里裁出来 就证明我混进那个圈了 人家抬手就是十几万的零花钱 我还在替人家想过得好不好 我真的是好好笑 所以就是因为差距大 才不会受影响啊 因为够不着 我知道的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 该怎么做了 我告诉你啊 在太太圈有个下午茶 其实就是信息互换大会 什么商机 消息 都在那儿炸堆 所以我得好好想想 我该做点什么 几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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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这起立啊 真的是大不如意气 我给你饭吃你试试 我老婆呀 要把我们爷俩啊 逼成啥样了 少吃一顿饭 又不是活不了啊 这女人啊 要是狠起来 星星都能脱下成猴子 不想再做人了 对了 你借由我们公司那周转资金啊 顾家硕已经还给你了 谢谢 哥们 你跟我这客气什么呢 我就说吧 你们家这些大事啊 还得是顾家作业 连我都配不可 就觉得吧 我老婆啊 今天有一些变化 这这大单子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我怎么没听懂啊 这么大一个乐园 每周都得去管那个烟花秀啊 这对于公司来讲 那直接就可以流水翻番啊 原本想的不是这样 顶多呢 就获得一个竞标的资质 哥们儿想凭着哥们儿牛气的事 设计 让他们开开眼啊 你们不是还用外国团队吗 我就让你们知道 我们国内的烟花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一程度了 而现在倒好 就一句话 人家说拿下就拿下了 就就是你说的瞬间质变 这不是在走捷径吗 你说这么多呀 我才明白 你就觉得呀 你的那些才华没地方用 你的价值启险不出来呗 顾家现在把保险都卖了 要开甜品屋 一心想拢住那些太太圈 我担心啊 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这能出什么问题啊 现在什么社会了 人情社会 人家这顾家忙活这么多 为了什么呀 不就为了你那个家吗 你愿不愿意 咱们两个换一换 走啊 这么说话 走啊 你怎么说话呢 走啊 你怎么说话呢 走啊 不是 这帮小子他妈的太小了 你们想干什么呀 我们还没到时间呢 我看你这战场子也不提呀 提不提也轮着到你们呀 懂不懂规矩 走啊 您把球捡回来 咱俩算完 我就不点怎么办 撑打架啊 不行吧 不行 打架啊 别打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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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现在孩子不想道义 她打人装打脸 下手也太狠了 鞋都给我赶没了 那也不是记不住人呗 蹲下 蹲下 谁让你们说话的 你哪位 我是许焕山的家属 许焕山 谁啊 我 我 我 你蹲下 跟我来一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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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许焕山带头跟人家学生打架 他先动的手 可儿几个 这事没法 甭管有法没法 这事确实是我哥不对 先动手了 我们不要钱 不要钱 那倒好办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不接受赔偿 拒绝和解 那就得落案 就是 在校大学生 有组织 有纪律 这事 要让学校知道 你们在校外打架多误 多少有点影响 我觉着 我觉着 我觉着没必要 没不要钱 没关系 回头啊 让那几个老板 在校上给大伙办张卡 以后踢球就方便啊 咱想什么时候踢 什么时候踢 是不是 大伙说是吧 不好意思了哥 你看我这冲动 我让你都受伤了 说什么呢 这都是缘分 不打不相识 来 咱们加个微信吧 好嘞 好嘞 回头拉个群 有空抑制踢球好不好 行 我们扫你吧 你扫我 扫我 扫我 我当着一大家子 给你留面子就完了 倒好 还显摆上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结果是好的 这不还认识一帮朋友吗 你别说 我这架打得呀 还真有点意思 找到了点 莽撞少年的感觉 好什么好呀 好什么好呀 你自己忘了明天要去北京出差啊 你这弄一大花脸怎么见客户啊 又 我这么大事忘了 你都怪我这脑子不太好使 我一直就反对你去踢球 你说那么多运动你不选 非选这种激烈碰撞的 上回韧带拉伤就主管一个多月 这回可倒好 还跟人打上架了 你跟沈杰不是挺有数的吗 怎么凑在一起成复数了 踢球锻炼不是好事吗 打架是一时冲动 不就把明天的任务忘了吗 还好陈旭把你捞出来了 你要再给关进去 咱们之前努力全白费了 怎么能白费呢 人家连我的设计方案人都不看 人家看我这张脸呀 只要你别得罪那于太太 人家那园子不可多了吗 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轻点 怎么阴阳怪气的了 你现在数了我跟数了儿子 那有区别吗 晚饭 晚饭不让吃 求求求求我现在不能踢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我多大岁数 那我过两天 我就不能叫你老婆了呗 我得称呼您 许太太 来 说来说去 你还是针对太太圈 对 我就是针对太太圈 咱家生活过得挺好的 为什么非得蹦着脚往上购啊 为不 好 什么好呀 你不知道吗 咱们家公司的特殊性 你一出事就是大事 老公 对不起 我刚刚态度不好 但我也是着急 咱们家好不容易迎来这样的局面 你又把脸弄成这样 我也是心疼 但咱们现在的烟花燃饭方案 还没通过 单子还没有彻底拿下来 咱们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 你说呢 说得对 我确实不应该打架 这儿 你可要是吗 这儿 您好 是许总吧 是啊 我是林悠悠 你好 臉 您臉怎么了 我这前两天转了一下 没事的 这两天我负责接待您 在园里转转 有什么需要的资料啊 我一定请您帮忙 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的工作嘛 那我们先进去吧 走 您之前有来过这儿吗 我有去过东京的 我们的面积会更大 不过主成毛比较大 在烟花设计上 可能需要考量 我已经拿到你们 具体的数字了 烟花设计师 这个职业真好 打学毕业就干这个了 到现在一点也不腻 真的 这也是我毕业的 第一份工作 你知道我为什么 爸建立头这儿了吗 不知道 我喜欢烟花 现在到处都进去放 只有这里啊 能满足我这个小癖好 你老看也不腻吗 不有变化呀 这不你来了吗 你设计的烟花啊 好看了 等我设计好了 你自己看吧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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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不是 你脚怎么啦 要不到前面歇会儿 不用啊 还有两个期 might逛呢 没关系 明天不还有时间呢嘛 不好意思啊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上班怎么不穿上运动鞋啊 我就是穿过运动鞋了 想着都上班了 应该买双高跟鞋 显得呀成熟点 谁知道啊 这新鞋打脚磨出泡了 我刚上班那阵啊 也总穿西服 生怕别人觉得我是个小孩 后来我才明白 大人是不穿西服 大人物才穿西服 好了 把伤口粘住就好了 继续走吧 还疼吗 再坐会儿 不用 我不想耽误你的事 走吧 行 走那边 昨天睡得好吗 还行吧 黑眼圈下去不少 你今天怎么还没换鞋啊 不能换啊 这种鞋就是要磨破结痂 磨破结痂 磨练几次啊 它就睡不过 跟着成长一个道路 歪理 这个给你 这个牌子创可贴最好了 防水 牢固 透气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 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 我们家常年必备 创可贴还有好用不好用啊 区别可大了 试试 试试 我儿子啊到了淘气的年纪 总是磕磕碰碰的 我老婆从十几个创谍当中 挑出了这个平台 每次去日本 我们都要囤上十几盒 老婆 老婆 老公 你那边一起顺利吧 顺利 儿子 想爸爸了没有 想不想看游乐园 爸爸 游乐园里有小飞侠吗 你等等啊 爸爸给你找小飞侠 还有远处那彩色的房子了吗 还有这边灯塔 还有这座大古堡 你看这大风车大不大 儿子啊 好像没有小飞侠呀 你乖乖听妈妈话啊 爸爸工作完了 回去给你买礼物 好 想你啊 你都画了一个多小时了 先吃点东西吧 我这儿刚有点灵感 我得先画下来 不然一会儿灵感就没了 你不用等我啊 你先吃 没事啊 我看你画图有意思 先吃饭吧 我要再画下去 连饭都不吃了 我一直想问你 你脸上的伤 是不是打架打的 你看我这像打架的气质嘛 喜欢玩火能是乖小孩吗 你可能比你想象的 还要再坏一点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 给你唱首歌吧 就让你放松一下 唱歌啊 你等一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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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常常梦想自己 和我双翅膀 在天地几句江 和你遥向 飞越山川河流 飞越故乡 飞到了你的身旁 常常梦想自己 用双翅膀 可以在天地间 自由翱翔 飞越山川河流 飞越故乡 飞越故乡 飞到了你的身旁 飞越山川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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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小睿联系吗 我没跟他联系 下飞机真笨 你知道吧 我想还是 把咱俩一起上去吧 许先生 许太太来了 阿姨 阿姨 小睿呢 在路上呢 我们先上去 好 小睿 现在什么情况啊 是转线差了 死了两个工人 警察连夜就把沈姐带走了 说要第一时间控制法人 那现在就剩下小孩子个我了 你让我们怎么办吗 我哪里知道了 你先别着急 要不要找个律师了解的情况 你们有没有熟悉的律师 我哪里知道呀 我都不过分这件事情的呀 我把孩子看看好 我都忙不过来了 我哪里知道 我都不过去了 你别着急 小睿 我让换衫跟你联系吧 我都不过去了 好像心记录 每次过年 人家别人一见面都是说过年好 就我们昨夜话好夜的 人家一见面是说过年好夜了 我还听了 我人家今年是多远不了了 先别想了那么多了 先想想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 我已经订好机票了 今天晚上 我就带着小孩子去悉尼 你打算走 多亏我一直坚持 咱没有把房子还成更大的 攒下来的钱 以我妈的名义 在澳洲买了套房 沈杰以前就说 出事你就带着孩子走 能保住多少算多少 要是真的要赔钱 这套房子就足够了 这卡里的钱 是给沈杰她爸爸的 老头子现在还在外面旅游呢 也不知道家里出事情 幻山 你是沈杰最好的哥们儿吧 那爸爸就拜托给你了 也只能拜托给你了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大单 稳了吗 基本没啥问题了 都是牵盒弄钱的常规 走流程了 我还想呢 把我那房子抵押了 贷款给你了 万一你要是凉了 我还能抬你一手 沈总 你想怎么抬呀 让你去我那儿 直接入职烟花设计室 怎么说炸就炸了呢 烟花公司就跟烟花一样 看着特别炫烂 只要炸了 只要炸了 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沈杰的公司会出事 老公 你今天有没有看清楚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是做在火药桶上面的 我之前想开甜品店 去太太圈挖掘新的资源 就是想把咱们家的路 铺得识一点 与其每天担心出事 不如把前路走长 老婆 之前一直不理解你混太太圈 我现在全明白了 我回去以后 赶紧订两张机票 飞去厂里 好好检查一遍 才能放心 好 我听你的 放心吧 顾佳 许总已经敦促我们 下去排查了 可以这么说 消防水箱都是通的 水压检验也没问题 所有的生产线 都符合标准 老烟管理得很好 你跟老邢配合得很好 田厂长 这次真的是辛苦了 没事 我知道管理这么大一个厂子 事无巨细 压力也特别大 但我跟幻山栏湖南 选厂的时候 咱们就是合作关系 分账模式 所以呢 您也不是打工的 要不说我们这种 合作关系稳定呢 现在有许多其他的厂子 都在学习这种合作模式 厂长好 您好 严厂长 这个消防通道之前 是堆放过东西吗 没有啊 您这么强调安全生产 我怎么可能呢 东西挪开 对 地上病子还在呢 刚才那个工人是新招的吗 他呀 对对对 他叫王德力 手上火挺快 就留下了 开了吧 身上烟味特别大 这种烟瘾大的人 留不得 还有 这个月工人加班 是不是加了五天 您工事表上没有写 但我问过做饭的大姐 有五天晚上 他们都开火烧饭了 严厂长 咱们这个烟花厂 最忌讳的就是明火和加班 工人疲劳作业 比驾驶员疲劳驾驶 还要危险 咱们这一屋子一燃一炸的 真要是出事 那就是大事 是啊 老颜 这可是大问题啊 不都是为了赶劲赌吗 万一订单完不成功 再大的订单 也没有人命大 我说顾佳 说实话 听说你要来 我还很紧张 结果 还是都没有逃过你的眼睛 许董 您的这位媳妇 忒厉害了 眼里揉不进沙子 我承认 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行 我立即整改 你们几个 跟我来 老婆 还要多久啊 让你平常跟我锻炼 你不锻炼 糟了 真的有云海啊 太不容易了 真是人间仙境啊 没白浪费 我们爬了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一年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 能看见云海 是吗 许愿吧 许愿吧 这还能许愿呢 小财民 求财了吧 我求的是 我老公 早一天不当法人 这就是你的愿望啊 别人的目标 都是把公司做大做强 但我就想 早点讲究资本 让你把公司关了 你去画画 去搞艺术 干什么都行 我们早点把屁股 从活摇桶上挪开 也能睡个踏实觉 好 老婆 你真的这么担心吗 比起担心失去公司 我更害怕失去你 不收场了 回去就让老颜 蓝色烟花气了 彻底清理库存 回去我就约太太们 去新开的甜品屋 今天给大家换点新鲜的 我帮她想了个主题 叫瓶水会 喝个水还要喝进口的 王太太做动 这次我要给那些太太们 好好上一课 这每杯水都是我从世界各个地方 搜了过来的顶级的进口的水 这八种是不同的TDS跟酸碱度不同的水 TDS是什么 TDS就是水里的溶解物 水流过不同的岩石跟土壤 其实它的口感是会不一样的 高TDS的水呢 会更咸更厚也更粗糙 理论上是说过酸的水会显得清爽 但是牙幼稚在经过PH5.5以后就会降解 所以过酸反会显得粗暴 老婆 我觉得你们简直疯了 无聊幼稚 你们这个圈累不累啊 累啊 顾佳 我再提醒你一句 我们不要这些虚的 但是人脉和资源不能浪费 王太太这个人吧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她对我还是蛮好的 我和幼儿园园长说好了啊 明年暑假你家小朋友可以参加幼儿园 和国外联合举办的夏令营 反正王太太这边的关系 我是不能断的 其他那几位嘛 就当我去给他们做次科普呗 他们已经接到我了 放心 今天咱们什么安排啊 今儿不带你去园子了 带你啊 去找找灵感去 找灵感 去哪儿找灵感啊 哪儿拍对咱去哪儿 来 去哪儿 夸张点吧 不就是冰淇淋 这么多人排队啊 这才哪儿跟哪儿啊 你看这前后啊 都是年轻人 你不了解年轻人的喜好呀 怎么设计出烟花设计图啊 听着免费有道理 有这么好吃吗 尝尝不就知道了 我要这个 你要哪个 咖啡味的 我买单啊 我不跟你想 还不错啊 那当然了 我推荐能有错 而且啊 排队能让食物的美味程度 增加三分 这是有心理学报告的 现代人啊 什么好味都尝过了 只有等待啊 能让魏蕾宗贺 想要一个东西啊 只能等 因为会在心里啊 白转钱回去的滋味 你说美妙不美妙 这不就是饥饿营销吗 大叔 这样你的表情包样 把自己更新起来 不行不行 大叔这个词啊 有落伍了 他们走了 我们坐那儿吧 好 让我尝尝你的 你的一点都不甜 还是我的甜 要不你尝尝我的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喜欢吃苦的 我羡慕 只有日子甜的人啊 才能吃下去 不香 不行 我得买个更甜的 等我家 回家 为你件事啊 我们家的烟花厂 增加一倍的生产量 这个可以吧 应该可以 是这样的 我们家呢 新接手了 长州一个乐园的运营管理 想按照北京的问题 那规模同样再来一趟 这个你没问题 没问题啊 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的呀 老公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 今天我又从于太太那儿 拿了两个大单子 在明年春节的时候 咱们家的利润 就可以多数五百万了 咱们家一半的房贷都还了 再过两三年 公司的利润就能直接翻翻啊 冷静啊 你说那大单靠不靠谱啊 那可是于太太的单 只要她们家的公司倒 咱们家的公司就不会倒 走 男友 女友友 这儿看 您用刺激移打的这个粉上 看有多少米 这怎么用啊 我手铺住后边有个钮 对 看一下多少 六点五米 六点五米 来 再打这个方向 打到这边 多少 七点五米 行 我们去下一个点 到了 你说的这家餐厅 也是这家网红餐厅吗 没见到有人排队啊 这是喂肚子的 不是喂眼睛的 我在宝藏餐馆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已经不吃晚饭了 你约人了 不是 晚饭我借了 那你看我吃 我看你吃啊 我给你当好几天地培了 你忍心看我饿不饿 行 姜叔 我请你 好 好 谢了 慢点 这个季节的小东西啊 最肥了 你只要不吃的话 得等明年 你为什么不吃晚饭 我体检查出来有点脂肪肝 我老婆说断食晚饭 是现在全球最流行 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但能排除体内毒素的淤积 提高睡眠质量 第二天早上起来 神清气上寿命 你真不饿 我 我不饿 一开始是有点不适应 我老婆说了 人二十一天 就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这个年头这么听老婆话的男人 真适应 你听过蝉破土而出 只能活七天吗 所以啊 他们毫无保留的产名 精彩地活着 你说要有一只蝉 低头拼命地保留体力 结果就为了多喝一天 它值嘛 活到第八天的时候 就剩自己了 你说 它那时候是觉得庆幸呢 还是无独 你说这小说我还真看过 叫《第八日的禅》 是不是 就我愿意着 你也吃 长寿无趣 快乐无罪 真不行 真不行 不能破戒 老板 加份面 好的 这么多还不够你吃的 吃完我打包 要不给你也打包吧 那我不吃 不吃 你吃 行 那我吃 你看着 好 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慈善拍卖 我们今天所有的拍品呀 都出自特殊儿童小学的 小朋友之手 这些画呢 全都是患有孤独症的 孩子们画的 所以我们今天筹得的 所有的善款 都将捐给孤独症研究基金 来治疗更多 这样的小朋友们 希望大家慷慨解囊 还有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顾佳女士 我们今天这个场地 就是顾佳女士 为我们免费提供的 而且今天所有的布置 都是顾佳女士亲力而为 我们应该为她鼓鼓掌 我为她 您的电话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橘色办法 你怎么还没到啊 文艺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我就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呢 我完全忘了时间了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 要不这样吧 陈姐 你替我去 好吧好吧 麻烦你帮我开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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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成功啊 谢谢王太太 多过来 拜拜 拜拜 余太太 李太太 顾佳 你办活动 挺有两下子的嘛 以前在职场做过呀 我生孩子之前呢 是在外企做过两年的 看来你说想接手茶场 不是随便玩玩的 我一定会用心做的 承诺您的利润款 也一分都不会上 好 那这样 头笔转让费一百五十万 你给到我 我就考虑你 谢谢啊 谢谢李太太 好 先走了啊 再见 李太太 下次再来 就直接出方案了吧 没问题 希望能一次通过 我也希望 我最近又发现 特别多好吃的 下次你再来 我一定带你去 行 我来帮你吧 喂 老婆 怎么了 你在哪儿啊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我现在正要赶去机场 回忆再说行吗 我在家等你啊 把包给我吧 来 包给我 来 包给我 还是我来吧 那我就去机场了 送你的 送我的 其实这几天我有私心的 我主动申请跟你这个案子 就是想多听你说的那些烟花 你说的那些都特别有意思 就像我跟你看遍世界各地 烟花的万种可能 怎么会有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你就和八四光年一样 你们啊 都是照亮宇宙的太空奇景 你想不出好点子的时候啊 你就多看看它 一定能给你带来好点子 行行行行 我说了 走了 拜拜 走 吃吧 走 吃吧 我都没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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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姐 演出结束了 是的 儿子 今天演的好不好呀 怎么了 生气了 你说好看他来演出 结果你又没来 小朋友问我是谁 他说是他家阿姨 小朋友就说 爸爸妈妈都不来 难过吗 这不你要是不来接他 他就不跟我回家 儿子 好 看 儿子哄好了吗 嗯 回来连妆都没写 一直哄他陪着玩 总算是不生气了 睡觉前还亲了我一口 跟我说晚安呢 你也是呢 我出差 你就不能看他唱歌吗 今天是特殊情况嘛 老公 我跟你说 今天我帮李太太 办资产拍卖会 特别成功 给你看 你看 我还以为你让皇上翻牌子了呢 至于这么高兴吧 我高兴不是为这个事 是李太太答应我 可以把他们家的茶厂转让给我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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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 你这个事情啊 要心平气和地 好好想一想 做茶 我们根本就没有经验 你不能想一出就试一出的啊 没有 我可不是想一出试一出的 这李太太他们家的茶厂我了解过了 资质很好的 从生产线到茶园到分销商 全套都可以使用 当然对于人家可能是小生意 随便搞搞 要是我接手过来 我会花全部心思来做这件事情 这不是跟白捡的一样吗 瞧你说得真轻松 还随便搞搞 我就不相信这世上 有白捡的事 随便搞搞 你相信我 这事真的是一件好事 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准备出百分之五十的转让费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你要把咱们这二次抵押给银行吗 不用啊 乐园的单子不是已经打了签约款了吗 实在不行 我就把我那个甜品屋转租出去 你折腾什么呀折腾 你那个甜品屋不是刚刚接手吗 当初弄它的意义 不就为了获取信息吗 现在茶厂就是个很好的信息啊 我现在很有信心 我有预感 这件事如果将来做成了 会和我们的烟花公司 规模不相上下 值得挑战的 冷静 你现在急需要冷静 顾佳 做事没有这么做的 你想没想过儿子 从他出生到现在你待了四年 重心说转移就转移了 这么干脆 一句话呀 别说儿子了 就是我 都接受不了 我跟你说 现在育儿是非常流行 比我们会教育孩子 你赶紧找一个 这样你有事呢 他也可以帮你处理孩子所有问题 你先生就不会跟你生气了 再请一个阿姨 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不是阿姨 是育儿师 你们知道现在高端的育儿师 有多厉害吗 不是你们想象那种 就只会看孩子的阿姨 人家是专业的 这样可以有侧重点地 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多好啊 爸 您怎么看 我 我得说让你啊 顾佳 你要漂亮可以不吃晚饭 换衫不行 他一个大男人得吃饭 爸 您吃您的 我跟换衫都断食晚餐好久了 我反而觉得 断食晚餐以后状态特别好 爸 我是说那个育儿师 您有什么想法 我听我闺女的 不过就是 有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子言也上幼儿园了 还有陈姐在 这不冲突啊 陈姐负责做家务 那育儿师 人家是专业公众 你说这个我都懂 就是甜品屋 还在太太圈 能不能到此为止了 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 做全职太太这个事 咱们是达成共识的 对不对 是阶段性的吧 当时公司刚起步 难 再赶上我怀孕 我们俩都想要这个孩子 那好 那我退回来 把养育他作为我的重心 可是咱们一直说的是 等他上幼儿园以后 我就可以付出了 对吧 接下来茶厂的事 我肯定是要去管的 那你说找个育儿师 大家不都安心吗 你绕来绕去不还是茶厂的事吗 是茶厂的事啊 行 反正这个家一直都是听你的 不是 你看着弄吧 想怎么弄怎么弄 你说的这育儿师得不少钱吧 这是钱的问题吗 不是我们请专业的人来 干专业的事 这不是腾出更多时间 去赚更多钱吗 爸 你得改变一下你的思想模式 这我知道 反正人就是这么自己 把自己绕进去的 想停都停不下来 多累 你看你这家还不够好啊 不能那么较劲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 就是较劲吗 我不这么认为 好 行 行 我 我不说了 反正有什么事 你们两口子好好商量 你也别激动 把这虾吃了 陈姐 未来会有一个育儿师搬进来 跟你一块儿住 你是希望你那个房间 是两张单人床呢 还是上下铺 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吗 那咱们家总共就三间房 你说呢 可是我一个人都住惯了 那他要是打呼噜 多影响我呀 我已经决定找这个育儿师了 所以你得克服一下 您少喝点儿你 您好 那您多发几份资料给我吧 块儿师 我都看一下 你都知道 不是吗 您说 那您多发几份资料给我吧 对 这些育儿师我都看一下 看一下 好呀 好呀 当我选中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们来家里面试 我们家孩子现在四岁 幼儿园中班了 现在最是小男孩 调皮好动的年纪 当然是带过这个年龄段 小男孩的优先考虑 对 要有爱心 有耐心 有驾照会开车 有少余能力更加分 您好 你好 你好 您请 坐正了 我去办入住啊 好 证件都在身上吧 在 开不开心啊 我抓到你一手快兽 我抓到你了 我抓到你了 自己玩会儿的 老婆 我得赶紧出去一趟了 游乐园的时间表 已经安排出来了 我们的烟花燃放啊 安排在明天晚上 时间还挺紧的 我得带团队 过去布置一下 火药都运送掉了吗 老行压车应该没问题 你们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一会儿啊 我跟游乐园的人 对一下流程 你跟儿子在酒店休息休息 不然你们出去逛逛 中午我接你们去吃饭 行了 你就不用管我们俩了 你先忙活你的事吧 行 我们电话联系 好不容易带儿子来趟北京 不得吃顿烤鸭呀 奥特曼走了 跟爸爸再见 拜拜 拜拜 来 宝宝 你还没干吗呀 洗手 洗手 洗你的小脏手 来 我们一定要确定 每一个人手中 都有一个布置事件 咱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伯 大老行 慢慢把一区的 还有二区的 这个 按照这十一图 有网坊整齐 好好好 解除啊 不能有任何问题 还有 这个信号已经连好了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万一出了问题啊 省个烟花放不出啊 没问题 按老回去办 那行 好 走 来 给我 走 你是女孩 别弄这个 我也想帮忙的 你别受伤就是最大的帮忙 看着就行 好 走 走 走吧 走吧 妈妈 我还能再来一圈吗 你不都跑了好几圈了吗 怎么还要再跑一圈 走吧 回家吧 妈妈 你好久都没有出来陪我玩了 每次都是动作动作 好吧 那就跑最后一圈啊 谢谢妈妈 那您再待不好一圈吧 你们要是饿了就别等我 赶紧找地方吃饭 你安心工作吧 那我正好跟儿子二人事件了 晚点见 大家辛苦了 快来吃饭吧 好好 游游 好 谢谢 让大家先吃饭吧 好嘞 好 大家来 领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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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现在啊吃什么都香了 好 给我一个 好嘞 谢谢 等会儿 坐吧 好嘞 谢谢啊 没想到你还能这么随意吃盒饭呢 我喜欢盯现场搭建 设计是一回事 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也不用自己去干那些 我以前刚接触这行的时候 和他们一样 做火药田庄 按照编程对角连线 只不过后来开公司了 慢慢突围到屋里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呢 不过我可时刻提醒了自己 不能闷头做设计 我这手啊 必须得要技术的火药 进行填装 你的作品才有质感 难怪你会成为这么好的设计 真有追求 追求谈不上 就是搬东西的时候吧 总喜欢跟去年的自己做比较 你就拿这些箱子 以前我搬十箱都不带传的 现在八箱就传了 身体退步了 还得锻炼 哪儿有啊 我刚才看到了 身材真好 小丫头 来 吃个虾 妈妈 我好喜欢你啊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啊 因为你经常陪着我呀 那爸爸去工作 你就不喜欢爸爸了 也喜欢 但是我还是自己喜欢妈妈 那爸爸听见可要生气了 宝宝知道大人 为什么要去工作吗 早晨前买文具的 买好多好多文具 嗯 宝宝要知道 我们住的家呢 就像一个大城堡 里面住着爸爸妈妈还有宝宝 是不是 还有陈姐呢 对 还有陈姐呢 其实爸爸出去工作特别辛苦 他是要去打怪兽 但爸爸每次都会赢 然后给咱们家带回来一块砖 然后让咱们的城堡 变得又大又坚固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打怪兽呀 我也想打怪兽 那你得多吃饭 快点长大 等爸爸妈妈有一天老了 走不动了 那就要你去打怪兽了 好不好 好 喝点水 其实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打车就行 没关系 我们家真顺路 今天你也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这样我们就没白忙了 坐 你停这儿干吗 你看那边 这球怎么没气的啊 这就是你非要停车的理由啊 你不说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踢足球吗 年纪大了 老胳膊老腿的 不想踢了 是不想踢了 还是不敢踢了 你今天说一定要亲自搭建的 不就是一青春那种方式吗 现在又说不想踢了 多矛盾啊 我答应我老婆不再踢球了 受伤了容易影响工作 生病了容易传染我儿子 像不像你 憋得气的 没想到你 不想踢了 没想到你 昨天早已尽快 没有状伤 还在这儿 没有人 我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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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